嗨大家好我是Ricky 大家待了那么多天 今天我终于要出门了 此刻的心情有一丝丝的激动 作为一个精致女孩 虽然今天出门是一定要戴口罩的 但是呢因为是今期的第一次出门 我觉得还是要给自己一点点仪式感的 我会画一个小小的淡妆 顺便告诉你们 我一般在化妆前做的一些护肤工序 淡妆的技巧 说一下我平时是怎么化眉毛的 还有就是卸妆的一个流程 再顺便跟你们唠唠嗑 总感觉这是一期那种太过于丰富的视频了 实际上因为天天在家里熬夜的关系 我最近皮肤状态非常的差 所以今天化妆前呢 我是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看起来好一点 先敷一个面膜 最近很爱用的就是这个魔法世家的水润修护纱布面膜 你们也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容易长痘 皮肤总体来说呢还是比较敏感的一个人 所以我在面膜的选择上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官方生这个面膜里面是不含色素香精防腐剂这些成分 总体来说是比较安全可靠的 而且我知道他们家做面膜据说有13年了 就是当我还是一个非常年纪小的少女的时候 他们家就已经开始都有面膜了 所以应该还是非常靠得住的 给你们展示一下材质 我用其他的面膜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材质的 它是这种纱布材质的 里面有这种网孔的小格 因为我觉得纱布这种材质一般不都是用在医学上面吗 用作什么医疗包扎之类的 所以感觉敷它的话就会更加的安全卫生一些 我有看到它这个面膜里的主要成分呢 就是神经心安和维生素B5 这两个成分呢就是会让你的皮肤更加稳定 还有补充水分 我觉得面膜能做到这两点我就已经非常的心满意足了 因为作为日常使用的一款急救面膜吧 如果你的皮肤和我一样就是最近很干 然后很容易泛红 有干燥脱皮的感觉 我是真的还蛮推荐你用一下 这一合理我大概已经用了一大半了 用完之后真的会让你的皮肤回到一个比较柔润水嫩的状态 过去在上妆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容易卡粉啊斑驳 所以很多时候有的人会说这个粉底液根本不好用 非常容易卡粉斑驳 其实是先看一下你自己皮肤状态稳不稳定 对不对 15分钟之后接掉它 这面膜我真的很喜欢 就是敷的时候非常舒服 一点负担感都没有 不完全让脸现在有一种透亮的感觉有没有 我感觉我真的活过来了 现在就是有点燃热了 这个面膜我真心的推荐你们可以去盘一盘 今天还是一个淡妆为主 但是呢底妆和修容我还是会照常的去上 比较减弱的部分就是眼妆 这下就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德仙这个 粉底液呢还是用我的年度致爱 这个Chanel的这瓶 真的只要挤这么多就够了 今天的目标呢就是简单轻便 我也不想把妆化的太厚重 这次那么长久的时间在家里面 不知道你们都在干嘛 我就是趁机看了很多以前想看 但没有时间去看的书 现在上完整张脸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白 因为我脸上没有其他的颜色 口红也没有 但等一会上完整张脸就好了 修容还是我的挚爱 现在底妆是已经上完了 我要来做一下眉眼的轮廓 做一个鼻子的修容 因为今天不怎么想画复杂的眼影 所以修容 底妆 眉毛 就是我们妆面的重点了 眼影打算去用这个修容盘 把眼窝轮廓去扫出来就好了 我中的睫毛都快掉光了 到底什么时候能再去中啊 我现在一个看似很随意 其实还是有一点用心的底妆和眼妆就已经完成了 因为真的太有人问我眉毛应该怎么画了 画眉毛呢其实有很多方法以及你想要的眉型 今天我就来给你们盘一盘一个最基本的画法和最基本的眉型好了 最近用的眉笔呢也是这个就是小奥听的 之前年度爱用里面我也分享过他们家的眼线笔 他们家的眉笔呢笔心侧面非常细 大概就有一毫米 就你可以用它来画那种毛流一根一根的 可以画的非常的细 然后正面呢它也是这种粗粗的就是像砍刀眉笔一样的感觉 你可以用正面来填充颜色或者是勾了眉型 今天画眉部分就是一个最最最基本的方法定点画眉 首先呢我们来定眉头 可以稍微抬头然后沿着你鼻孔中间的这个点 对上 我们一低头就可以戳到你的眉头了 眉峰呢就是你鼻翼外侧这个点连接着你的瞳孔外侧这个点 眉尾呢我个人是喜欢沿着鼻翼和眼线的延长线去定 根据你的眼线去定 它会比你直接沿着你本身眼型的眉尾定的会更加长一点 因此也会显得脸更小 这三个点定好就可以画出一个非常基本的眉型了 那眉头的地方呢我们是竖着去画的 一根一根的 可以看到那种毛流感的感觉 眉身的地方我们就把这个眉笔给它转过来哦 一笔一笔的去填充这个颜色 尤其是眉尾这里真的要去选择一个顺滑好画的眉笔 不然很容易画出事故 那其实画到这样呢一个最基本的眉型就已经大概出来了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眉毛虽然它形状对了 但是不是那么的好看 那今天重要的部分就来了 其实画眉毛就算你是化妆老手 也不可能一次性就画得非常完美 所以我们需要后期的一个修改和校正 那有什么标准去校正你的眉毛呢 有四个四字口诀 是我当时在Makeup Forever上课的时候 老师教的四字口诀 我觉得真的对我朔益匪浅 先我们一个个来检查 第一个标准呢就是前低后高 首先看一下你的眉毛是不是眉头低于眉尾的 我这个画的就稍微有一点点快持平了 所以可以看出这个眉尾画是有点太低了 那么就来找一个棉签来矫正一下 把它稍微的往上调一点 也可以稍微把眉头是往下拉一点点 视觉上来说这个眉毛就好看了一些 第二个标准呢是前粗后细 前面的眉毛是粗的 后面的眉毛是细的 很明显我这个眉毛 这一块有点偏粗了 因为我这段时间在家里都没有怎么修眉毛 所以我会把这一块都稍微的修细一点 经过调整之后呢 这个粗细也是更加的合理了一些 接着第三步就是看虚实 首先前虚后实 前面眉头的部分颜色是稍微有点虚的 后面颜色是更深的 因为我刚刚定点的关系 所以这个眉头是凝固的 我会用这个眉刷去把它刷开 让眉头的颜色显得没有那么死板 现在眉头就自然多了有没有 最后一个就是上虚下实 上圆的眉毛呢也是有一种虚虚的感觉 下圆的眉毛颜色是更加实在的 还是用这个眉刷去刷开 然后下圆我会再用眉笔 这个细的这一面去加深一下 好了现在这个眉毛呢就改好了 你们看这个眉型经过四字口诀的调整之后 是不是没有那么僵硬和死板了 所以就算你画好眉毛呢 建议你们还是用这个口诀去检验一下 自己画的眉毛究竟怎么样 今天的眉毛在哪就交到这里 我现在把它装骨圈 我现在随便涂了个口红和腮红 就准备换衣服戴口罩出门了 我觉得这个妆效非常的日常干净 然后也不夸张吧 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然后洗过手了 准备卸个妆 其实本来今天是想在外面给你们拍一个Vlog 但是在这种时候 你拿着相机在外面一直拍 其实还是有一点危险的 我也不想在那个超市里面待太久时间 所以就匆匆忙忙采购了一些之后 我就回来了 没想到近期第一次出门就是如此的仓促 OK那我就直接卸妆吧 去年有拍过一个晚间护理流程 那这次我觉得可以再拍一下 还是先卸眼唇吧 我个人的习惯是喜欢买眼唇和底妆 分开卸 现在眉毛发这么好 都舍不得卸了 因为我近视的关系 所以我为了看镜头 我会带着影线眼镜卸妆 平时我是坚决不会带的 希望你们也不要带着影线眼镜卸妆 眼睫毛这样敷一下 好了现在眼唇卸好了 卸底妆了 头发还是扎起来 不然这偶像光辟也太正了 因为我的化妆棉用完了 用不了卸妆水 所以就在用这个凡西的小方瓶白茶卸妆油 记住你们用卸妆油的时候呢 一定是干手干脸的 我一般挤两到三蹦的样子 再掌心稍微停留一会儿 就让它加热一下 然后再抹到脸上 然后呢 脸上就打圈式的按摩 我觉得这款蛮厉害的一个地方 就在于它和我之前用的这个植村秀一样 就是你在鼻子周围这样一直按 会有那种小小的油脂力出来 就让你的卸妆变得很有成就感 按摩几分钟之后呢 就是卸妆油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乳化 乳化这个环节呢 也是检验一个卸妆油好不好用的关键 我做这一款的乳化 我觉得真的非常快 一张水马上就乳化了 我赶紧冲就 请验奶用一下这个吧 现在卸好妆整个脸皮肤 就是感觉很干净 然后呢没有什么紧绷感 那说实话呢 像我这种容易长痘痘的皮肤 其实用卸妆油 我也是非常谨慎的 因为我以前用DHC的那个卸妆油 它真的会制痘 还有那个FANCO那款 卖得很好的 我觉得对我们这种痘皮来说 有一点厚重了 像这款我用了那么久都没有有那种长痘痘的感觉 可能因为它是那种植物油的配方的 所以会比较清爽 在卸妆的时候 不会让你有那么厚重的油腻感 体验感受还是不错的 其实我个人来说 平时化浓妆我更喜欢用卸妆油 我觉得更加安心 化淡妆的时候呢 其实卸妆水也就足够了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那种容易长痘痘的皮肤 我的建议还是卸妆水跟卸妆油 两个可以交替着使用 我个人觉得会对皮肤更好一点 今天呢就做一个非常粗暴的护肤 然后我觉得目前我一泛滥 我就会用这两个东西再来一起 就足够了 等一会儿呢我会再去工作一下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在家里呢也不要浪费时间 可以好好的学习提升自己 如果已经复工了呢 那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吗 那就拜拜